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紧贴子宫下段及宫颈内口 因而不能引起反射性的子宫收缩 这个是导致激发性宫缩发力的最常见的原因 二 子宫因素 由于子宫发育不良 子宫畸形 比方说双脚子宫 子宫过度膨胀 入双胎 巨大耳 养水过多等 再有经产妇 子宫肌纤维变性 或者子宫肌瘤等都可以引起公收发力 再有一个精神因素 由于初产妇 尤其是35岁以上高龄的初产妇 如果精神过度紧张 可以使大脑皮层功能紊乱 睡眠减少 临产后 进食不足 以及过度的消耗体力 都可以导致公收发力 再有就是内分泌失调 还有药物的影响 比方说临产以后 大量的使用症静剂 即症静剂及症痛剂 都可以造成公说受到移植 再有其他的因素就是 第一残层后期 过早使用伏压 或者是膀胱充饮 影响胎线路的下降等等 都可以造成激发性公说发力 明镜与点点栏目